記事實在,市民貸行動的壓制 經過貨車司機承軟於昨日 三日上午10點30分 將貨車停放在閉崩中心路口 在車子為熄火的幾天 且會上鎖 旁邊跑回家處理事事 直至12點20分才前往 該路口開車時 才發現說該車已經招竊 並立即通報收後派出所報案 本分局受理後立即協訊 並該車在北市內湖有城南的同事 發現本分局已產生車上的跡證 並追查切斜的身份